我們飛機還要半個小時才會飛 所以才可以進去弄那個行李 所以我們現在先帶他們來這邊玩一下 就半個小時可以嗎? 可以 哇 我們到這裡囉 看這裡 看這裡 哇 這個超好玩的 好玩嗎? 好玩嗎? 好玩 哇 用手的耶 然後這邊是3到12歲才可以玩的 然後這邊是不用錢的耶 所以你也不一定要花300塊喔 哇 這真的很厲害 如果你飛機啊 等很久啊 來這邊放風小孩真的是超棒的耶 而且你又可以看飛機 像這個是攀爬的 裡面可以 它做成一個你看得到的 裡面可以 它做成一個你看得到的 一些我們玩攀爬的時候 都是不透明的 那你就看不到小孩在幹嘛 有時候會覺得蠻危險的 這個設計的很貼心耶 好啦 希望他們能夠記住我 我們帶他來玩這個東西啦 這一個小朋友要300塊日幣 我覺得划算啦 大人不用錢 大人不用錢 哇 太厲害了 哇 這個也不用錢 而且這隻室內超棒的耶 不知道能不能直接來這邊玩 哇 我們家小小皮開始來攀爬了 哇 這裡真的超佛的耶 這些都不用錢耶 我們剛剛現在玩的都是不用錢的 這個才要錢 而且這才300日幣一次啦 如果你要一整天然後 進去出來 進去出來的話 就是500塊耶 500塊日幣才100塊台幣而已 哇 做這個設施真的很厲害耶 可以很近距離的看飛機長什麼樣子 不要飲食喔 會不好 然後你看 現在可以看這個飛機 照近一點給大家看 精密儀器啊 精密儀器啊 真的很厲害耶 這是他的那個輪子的地方 哇 探險的 哇 這邊有個休息室 你可以 大人可以進來買飲料啊什麼的 基本上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就是讓你喝喝飲料 但是盡量不要去吃東西 喝東西可以 這邊有做一個787的模擬 控機室給你 那還有那個 開放你 比如說3300日幣15分鐘 體驗操控的感覺 然後如果你想要進去拍拍照 好 1100 這體驗坐飛機的感覺 這個應該大家來到這邊就是 已經坐過飛機了吧 哇 超棒超棒 好 它這邊有一個可以讓你體驗 進去看一下 787飛機的那個 內部 事實上我們大部分人都做過這種 787的飛機了 然後呢 你看它只給你7個人進去而已 剛好7個人已經先進去 所以我現在就不能進去了 他們其實防疫做的 我覺得現在比台灣還要貼心 還要更嚴格一點點 跑回去 跑回去 這邊沒辦法 你要是跑回去 OKOK 好了 好 我還是幫你抓著好了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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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它這個設計的真的很好 整個都是飛機主題 這個是機場跑道 講真的 這邊啊 如果 平常啊 我願意花300塊台幣 特地帶他們來 就是一個人 然後加包含大人一個人300塊 因為 台灣這樣子的話 可能就不只要花多少錢喔 這邊比較佛這種小小孩的 就是3歲啊 4歲那種 2、3歲的 這一個區域啦 你看超酷的 地上是可以畫畫的 你看都是小朋友的畫 他叫你要注意不要用哪一種筆這樣子 還可以畫畫啊 你來畫一個畫寫個 秋小皮到此一遊 有 我在寫這 哇 整個飛機的主題耶 超棒的 還有球池 球池的話 疫情期間 盡量不要玩啊 哇 然後現在還做了這個飲 喝東西的地方 讓你可以喝東西 大家自己也要做分開一點 哇 這個劉華麗做得好可愛喔 準備 這個是3到12歲 重點是大人入場 還不用錢耶 我們的話大人一定要收錢的 然後呢 如果7到12歲的話 保護人不用進去 可是如果13歲就是當大人一樣 這樣也不用錢 然後呢 你看3到6歲啊 沒有救血啊 像我們家的那個 秀小皮啊 就已經是6歲了 所以6歲的時候 就是還要算這邊的 然後0到2歲就是 OK 好啦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它這個構造 就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攀爬網 然後呢 就是樓梯 哇 整個都是攀爬的 然後如果你爬得上去的話 或是你走這個 樓梯上去的話 它會有很大的丟滑梯 留下來 像這一個 丟滑梯 那你跑到上面的廣場 往下一丟 哇 保護措施做得非常的好耶 而且這個做得好漂亮喔 好啦 這個要錢呢 就 我們就不進去了 因為 我們也沒時間讓他們玩這個 不然 下一次來的話 我們一定會讓他進去玩這個 而且這個比較有難度 我們家弟弟其實進去會 會不知所措 大家有興趣訂閱一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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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嗎 好玩 飛機裡面沒人喔 我們進去看看吧 繼續裡面不要亂摸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機長室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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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是我第一次進這個機場室裡面耶 看一下清晰的構造 太帥了吧 現在是有興趣的 我們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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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幹嘛的 我也不知道 有觀眾知道的話 可以告訴我喔 哦!他有說這台飛機啊,是2015年,是最後一次飛了 介紹這台飛機這樣子 這裡寫了一大堆日文,說真的我也看不懂 哦!他有解釋說,這哪一個是什麼什麼,但是都日文啊,所以我看不太懂 然後我們就可以從這邊去看一下,他整個飛機的樣子 然後這些東西是什麼 哇! 哦! 原來開門是,這個就是開門的東西啦,我剛剛不知道為什麼是怎麼 原來是這樣子 哇!很棒很棒 這邊也可以站上去啊,我就不去看了 我們走啦 哇!這飛機怎麼製作的 我來講一下感想啊,我無敵推薦這裡的 你來機場,這邊中部國域機場的時候呢,你就住這邊一晚 比如說你要回去的時候住一晚 或是來的時候,你可能太晚了,你直接在這邊住一晚 帶小朋友來這邊玩,然後自己來玩也體驗得非常的棒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哇!可以挑個半天直接來這邊玩耶 我們現在看一下,他現在這個有出一個這樣子,老老兒童遊戲的地方 我們來給大家看,很厲害吧 中部國際機場真的超屌的,因為他逛的真的超多的 然後東西很新,他現在開了這第二航下的一個 飛機給你參觀 你看我現在這個是他們的星巴克 我們看一下他那個飛機喔,這裡是星巴克 然後呢,我們轉到那邊可以看整個飛機 你看那邊,因為現在被這個擋住了 所以我們看他那邊有小朋友玩的東西 超級厲害的 然後你喝這個星巴克啊,他這邊的位置啊 是給你觀賞這個飛機用的 你看,哇!這個小孩子去玩,小朋友去玩一定會瘋掉 你看 哇!要不是要坐飛機喔,我一定帶他們來玩耶 你看你看,哇!超厲害的 哇! 哇!這以後我來這邊 會來住飯店喔,這個機場裡面的飯店 我有住過一次在機場裡面的飯店 超厲害的吧 哇! 哇!在這邊喝星巴克,然後看那個 飛機啊,特別的爽 那個小朋友 快樂 是 沈夷 我